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示一下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要在这个位置织了个小豆豆 首先在这一针里边织几针 我就用七针来演示吧 织完了以后我们要翻面来织 但是呢这个就像编织法就不用翻面了 我们直接就这样插针 用左边的针从后边插针 然后把线从后向前这样揉 这样织一针 接下来就重复上面的织法 线一定要从后向前绕 从后向前绕先 从后向前绕以后 我们正面织的时候 你看这个纹路很顺的 如果是从前往后扰的话 从前往后扰 你看它的纹路不顺 我们从正面织下针的时候不好织 这已经三针了 你看它的纹路 它是这样啊 向右拧的 这个不好织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后向前绕线 那个纹路是顺的 到正面比较好织一点 就这几针 如果织片比较大的话 翻来翻去的 真的很麻烦的 用这个方法就简单多了 到了正面 我们正常这样织就行了 到了反面 我们就用那个方法 进行织 你看从前绕向后绕 绕了以后 这个边也不好看 一定要从后向前绕 这个边也整齐 这个方法 是和片枝 也是和帧数比较少的 帧数多了以后呢 这个就比较慢了 这个镜像编织法 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